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南 台南先後獲得國家定律旅遊雜誌 以及美國GNN列為全球最酷經典 以及最值得造訪的城市之一 怎麼可以不玩爆它 天啊 好好玩喔 還沒開始 Tiri在哪裡 現在到底怎麼樣 會讓出去了嗎 欸 大膽 天啊 歡迎加入城鄉走跳計畫 帶你認識在地的 好吃好玩好故事 雨菱你點這一桌也太大一桌了吧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在 台南 台南越來越吃首飾 就是澎湃的早餐 欸 我很喜歡吃這種 傳統的在地早餐 聽說這個拭目與肚呢 是每天清晨從產地直送的 超級大塊 拉起來給鏡頭看一下 有夠厚的 但我這個鹹粥 它就是整碗就是滿滿的料 超澎湃 那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 你問對了 這個煎魚腸啊 它是限量的 晚一點來就沒有了 趕快吃給你們看 對啊 好好吃的 欸 不要顧吃啊 有個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走跳計畫 趕快掃描QR Code 然後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更多好吃的喔 好吃好玩啊 我吃 哈哈哈哈 好 趕快吃 哇 吃飽了 一天的力氣都有了 欸 趕快我跟你講 等一下喔 第一站我先帶你去找 天使之文 白天這樣找什麼天使啊 很厲害的 趕快走 到了到了 這裡就是全台唯一水上綠色河道 而且是全國最古老的紅樹林保護區 厲害吧 所以我們要來紅樹林划船找天使 沒錯 趕快走 那我們船長在那邊 出發 我們撕草 又叫做紅樹林的故鄉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很近看到台灣有的四種紅樹林 有 上朝鮮 潘土里叫做會爬到岸上的魚 欸 那邊有一隻鳥 長得很像企鵝 它叫做變路 客人來了要拍照不可以到 有看到它腳上有繩子嗎 有 沒有 沒有繩子啊 好 那我們訓練過的 好 還說有 哈哈哈哈 真言說瞎話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進到了亞馬遜河 真的是有隧道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邊超美超美 就是那個水上的倒影 而且很容易撞到頭 對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邊真的要小心 就是隨時要注意那個質感 頭就要滴滴的像現在 哈哈哈哈 天啊 哈哈 這個起來好像是我們 我們 我們的編道 一個重道 哈哈哈哈 人輕人的妖體很遠 今天是聖書嗎 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還是交給他表現出來 對 這時候我比較沉沉 對 誒 背景面是到箭頭的地方 我看到天使之吻了 上一個剛剛我真的沒看到 有啦 有在那邊 它那個樹幹上面形成這個形狀 就是嘴巴的形狀 就嘴巴的形狀啊 你要有向上力 有一個天使這樣子 然後加上倒影 倒影就是下左船 有啦 有嗎 你說這個 對啊 太美了吧 我要回去跟鄉親父老炫耀一下 我覺得來台江 真的要來坐這個船 我覺得很值得 這整個環境就是太美了 而且票價沒有貴 而且除了自然生態之外 還有一些人文的故事在裡面 這邊很推薦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導覽員跟船長 看完了台灣亞馬遜 接下來我要帶你去看一個 純白的水上高角屋 很美很美 趕快走 感覺要幫他拍很多網美照 到了 這邊不僅是拍網美照的地方 這邊還是一個 兼具設計 還有生態的 鑽石極律建築 這邊就是台江國家公寓 遊客中心嘛 對啊 而且遊客中心 應該這樣超美的 真的超美 而且我跟你講 你看這一邊 它這邊的建築 是完全架高在這個漁溫上面 所以可以保護這個自然生態 而且這邊一棟一棟的白色建築 其實滿像台南的住宅聚落的 對 而且你看旁邊 它真的是很可愛很酷 它把那個可可 就是融入在這個設計裡面 利用海背 來做一些再次的利用 我覺得真的很棒 你這個興奮的語氣 是想要拍網美照的吧 沒錯沒錯 好啦好啦 幫你拍了 Yeah 來喔一二三 喂 有濕木魚的味道嗎 很微妙的口感就是 鹹鹹 甜甜 然後冰冰的 欸 它在嘴巴 可以可以 來到老街 你以為就只有吃吃喝喝走走逛逛嗎 我還預定了一個特別的活動 但是呢 要參加這個活動之前 我準備了這個 什麼東西啊 到底要幹嘛 跟我走 Yeah 到了 誰啊 我還帶了 抽了兩個在地朋友 王毅阿傑 然後最重要的 這個活動的主理人 你先把它空出來 Kiwi 哈囉 突然好多人 歡迎你們來台南玩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活動嗎 什麼活動嗎 邊走邊講 讓我們就保持神秘 好 你們知道台南這邊 從荷蘭人建成之後 有很多明清時期的一些古蹟或歷史嗎 我跟你講 知道是知道 我歷史都還給老師了 你歷史都還給老師了 對都還給老師了 太好了 可以重新學 我們今天不只是把老師帶過來 我們還要帶你直接回到歷史清朝時期 哇塞 要穿越時空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帶你去安平的其中一個古蹟 從清朝時期就建好了 叫做海山館 據說已經一百多年了 好好玩喔 還沒開始 據說這裡有一個傳說 這裡最近很出現 時空錯亂的現象 時空錯亂 好緊張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什麼 1714 1714 這什麼 1714 欸 欸 Kiwi 欸 Kiwi Kiwi在哪裡 現在到底怎麼樣啊 太好笑了吧 我們現在是四個小小兵 小兵 啊現在開演了 怎麼變這樣 回到過去了嗎 大膽刁民 日正耽誤的 吵吵鬧鬧 陳和體統 啊呀 奇裝異服的四個傢伙 你才奇裝異服嗎 大膽 啊 我乃是駐紮於此地的布鎮絲絲褲 說我奇裝異服 各位 這一身打扮 該不會是想要冒充我們調查兵團吧 調查兵團 我們駐紮於此地 調查一件事情 前些日子啊 在我們安平這裡 出現了一個寶藏呢 寶藏 寶藏好 所以這邊有寶藏 馬上 喜怒哀樂易於言表啊各位 先隨我進來吧 給各位看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近期海山館出現時空縮亂的現象 各位是從現在穿越到清朝的玩家 依照提示在安平巷弄裡找到指定劍師 上部證實司庫復命 證明自己調查兵團的身份後 將取得任務線索 完成三個任務 方能得到寶藏 我找到了耶 這個啊 劍師 不對齁 那個劍不一樣 我看到了 是他啊 這次是真的 真的是他了啦 有了 好 耶 拿到一個線索了 所以還需要一個對不對 來開 這邊嗎 應該這邊吧 你們哪裡來的人 我要追你們 你看 快跑 欸 不對 方向你看前面 欸 這就是那個嗎 真的 來 就是你們接下來的線索 我現在看到一個富裕彈簧的七娘馬屁 抓之後是從幾樣道具裡面抓取幾樣 來做個小朋友的性向測驗呢 1 2 3 我知道 好 1 16 從16樣挑幾樣 3樣 3樣啦 3樣啦 對 3樣 還跟我講是怎樣 重牌嗎 你們現在畫的這支劍師也是老師特別 讓這個造型有一點不一樣 那叫萬獸之王 很兇猛的意思 安平的劍師就是這樣一個嚇阻的功能 哇 活起來了 千辛萬苦 千辛萬苦 突破了總叢關卡 終於拿到寶藏了 太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吃什麼吧 太好了 快點快點 哇 天啊 欸 你們回來了 那我們剛剛去清朝冒險覺得如何 很好 滿好玩的 但是好累喔 對 滿頭大汗 不然我帶你們去吃一下安平人最常吃的冰好了 欸好耶 吃冰可以 吃冰好 我們走吧 趕快走 哇 好漂亮的冰好澎湃喔 會不會有點感覺很Q 對啊 趕快先吃一個 好吃耶 欸我想問你 為什麼剛剛最後的答案是1664 1664 它是有特別的意義嗎 它是一個年代 你們知道正成功嗎 國姓爺正成功 知道 相傳他1661年來台 然後1662年病逝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的話 其實是正成功知道他即將要病逝 他留下他們國家的寶藏 你們就是來找到這些寶藏的一些冒險者 哦 原來是這樣 答案是結合歷史 對 真正的歷史去做設計 對 因為其實我們目標就是 希望讓大家在玩遊戲的時候 可以擺脫過去拍照的旅遊方式 但你可以在遊戲途中認識這些地方 那感覺要設計這些題目 其實要蠻認識在地的文化的 對 那你是台南人嗎 我是來台南念研究所 然後來念書之後發現 台南跟其他城市不一樣 是有很多的歷史故事 當時在念書的時候 很流行解謎遊戲 我就想說 會不會在這個城市裡面玩解謎遊戲 會更有趣 而且我們可以認識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後來就專門在做 用遊戲去介紹地方的這間公司 很棒耶 那你們做這件事情做多久了 從2012年開始 大概做了十幾年了 現在我們全台各縣市 基本上都有我們的遊戲 那台南是我們最開始的地方 所以其實台南的遊戲也是最多的 然後在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冒險 而這些冒險 我們希望它都是有地方的故事 真的謝謝Kiwi今天 就是給我們那麼好的遊戲體驗 這個活動就是可以讓我們 用深度旅遊的方式來認識台南 就是蠻不一樣的 我跟你講趕快吃一吃 等一下還有最後一站 還有 還有因為台南真的很好玩 真的是 只有一點點一定不行 對完好完滿 趕快吃 好那我們就開動吧 好開動 欸潘浩你知道像在台南啊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地名裡面出現 昆生兩個字 昆生 對 昆生它的意思是指沙舟 然後它看起來也會很像是大魚在海面上的樣子 露出來的那個樣子 對 像前面就有一個公共藝術 它就是用這個概念去做設計 叫大魚的祝福 欸你知不知道要來看這個大魚的祝福有三個經典的角度 第一個呢就是剛剛我們在一樓的時候抬頭仰望的那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就是這邊這個角度 就是低頭看台灣這個土地 那還有什麼角度可以看 第三個角度就是要抬頭看看身邊的人 然後發現我們都是站在同一塊土地上 就是要互相善待 這是一種愛與包容的感覺 所以你應該是會包容我剛剛就是玩遊戲的時候 稍微有點 我就是想到剛剛 是很需要互相包容 對 不過怡婷還是蠻感謝你今天帶我來用不一樣的方式認識台南安平 不錯吧 嗯 來這邊可以看看夕陽不錯喔 來這邊可以看看夕陽不錯喔 好像很快但很慢的跑 大手大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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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塵襄走跳計畫 趕快掃描QR Code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也有什麼好吃好玩好故事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也可以到威爾加利劉的論壇 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塵襄走跳計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註冊 註冊 留言 留言 小舟給你們吐鼻送回來